繼續是話東的消息 由社團發展 同期期 新空福自由協會 以及社團發展 中華民國空福自由聯盟 昨晚期版 二 空一 次 第六 次 新元 日 祝日 國皇 卡 救 遊 儀 賽 以及 中華 國皇 賽 在11月25日要開動 23日期版 西前期待 邀請請朋友們 作回來為他們加油 各位观看华博教议就是和 探索在华博教的门口 基本露天燃烧家族车队 遍布我家华东 除了民间信用当中的路车三派主 但仍旧车队长 接下来顺着收拾车队 车队进行专门型的家族车队 并透过 禁止露天燃烧标记气球的成功 华东删施好大 以防为何提供空污医学 为何空气品质 以及带上健康 11月17号开始 我们进入第二季加强 露天燃烧的机查时期 嘉义县政府环保局 呼吁所有的县民朋友 对于发现有露天燃烧行为 迅速打电话给环保局 今年我们第一期 请千里远顺峰儿 做我们的观察者以外 第二季我们特别请了三太子 离楼车在走很快 当我们机查队长 所以我们农民朋友 我们在今年度11月17号之后加强机查 依据这个现有的资料 跟去年相比 我们去年机查处分了七件 今年一到十月份已经机查 处分了25件 但是燃烧总面积也有降低 去年是同期是零点八九百分之零点八九 现在已经降到百分之零点二第一 我们接受到的 层型项目非常的多 不过啊 这个燃烧的比例是减少 处罚的这个见数增加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 幸运朋友为了我们的空气品质 请大家不要露天燃烧 我们自己关注的好品质 让大家好健康 环博教教授与我们修便表示 因为环博意识业头 今年冠来环博空乌定情案件 有美国新冠 比冬季增加纸二十五件 但是中人秀民宿 停显降低伏势 透过有效的处理 流测人秀的比例 有百分之零点八九 降到百分之零点一一 空气品质 PM2.5不良実装 也是有二十九天 降为七天 控管停显有效的改善 所及虽然降低 但是客家经历低 最近新闻 优来信 家机关 餐红播等